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 不但提高了台湾的能见度 也让中美关系迈向新的境界 美国总统川普在稍早接受电台访问时 就被问到是否考虑要在这一任任期 借满前到台湾来访问呢 川普表示他并没有计划 但是他对于台湾的防疫成果 是给予肯定的 至于美国是否要考虑 在日韩跟台湾部署核武 还有高超音速弹以来制衡中国呢 川普表示这是未来两个月 美国内部会讨论的重大议题 阿扎尔访台后 外界好奇美国下一位访台的 重量级人物是谁 敏感议题川普直接否认 不过川普接受电台访问时 公开赞扬台湾防疫的成就 川普始终无法释怀 归咎中国散播病毒又隐匿疫情 日前中国还跟美国的宿地 伊朗签署合作协议 内容涵盖敏感的军事交流 在台日韩等地部署核武或高超音速飞弹 可是高度敏感的议题 牵异法而动全身 川普表示因为这场疫情 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不再有好的关系了 综合报导